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6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中 中时新闻网 发表一篇文章 阿富汗乱局 北京怎样火中取栗 现在阿富汗的形势 非常的富有戏剧性 也非常麻烦 拜登刚才发表了一个 这个电视的讲话 接受记者采访 也讲到了 要对这个恐怖袭击的 SS进行军事打击 要进行报复 而且誓言 一定要 绝对不会放过 一定要干到底 这个言辞是非常激烈的 这个形式可以这样讲 从表面看 对中共 是一个可称之自己 因为习近平 他认知有问题 往往有一些人 军队里面那些大佬 鼓动鼓动 解放台湾 现在这个时机最好 有可能 习近平头脑发热 搞出事了 也不能说 没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 他 他都没有提到习近平打台湾的事 他只是讲阿富汗的局势 就阿富汗和塔利班和中国的关系 这里面我认为 理的这些层次 过程还是比较清晰的 他其中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大陆 他说和这个阿富汗的边界约46英里 1999年 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期间 中国和阿富汗双方 就以某种形态进行合作 所以虽然2007年 和这个 于2011年 塔利班针对大陆公民的攻击事件 曾经造成双边关系紧张 但彼此在2001年前后 都维持着关系运作 他又讲和中国和塔利班的关系 这种关系呢 又特别受益 北京与塔利班的主要支持者 巴基斯坦的关系的热络 即便如此 自2014年以来 北京还是在没有伊斯兰 马巴德的协助下 直接和塔利班接触了 他这里讲了一些时间点 2014年 15年16年 1940 这个北京官员和塔利班 这个官员见面 商讨塔利班 就和平进程 说是近日 他这个近日就是指这个 这次天津的会谈 说塔利班 大陆这个外长王仪 齐悦 与九名塔利班成员会晤 从事北京不会介入 阿富汗内政的立场 这表面讲的是这样 实际上他能不介入吗 不介入他就不介了 是不是 那么这里讲到虽然长远来看 大陆可能会自阿富汗 所拥有价值 近一兆美金的矿产获利 这包括大多数 可用于电子产品的稀土矿产 不过 这需要国家维持足够的稳定 才能达到 这个金矿 对这个中共 肯定是 富有这个吸引力的 中共现在就想 这个搞一带一路 目的不就是想 这个 在经济扩张 经济上控制一些沿线的国家 打印给人贷款 让人买他的产品 然后让人的一些矿山 港口等做抵押 一旦还不上 就把你都给扣下来 这如意算盘 打得是啪啪响 这点确实是 老共做生意 就有一套 生意伴随着 经济的扩张 那么这篇文章也讲到了 说是 德国的马歇尔基金会 有一个亚洲计划主任 他提到 他说北京肯定 想拿到阿富汗的矿产 但是呢 这要建立在高度稳定的前提上 北京过去在阿富汗的经济投资 岌岌可危 部分原因就是 该国安全这个不稳定 但是史莫尔也强调 北京对阿富汗军事干预 来获得稳定环境的可能性 几乎未灵了 说阿富汗是一个陷阱 北京不会试图填补权力真空 军事干预是严重错误 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 都会遭到削弱和拖累 但是你讲这个东西 习近平未必能听进去 习近平想的什么 我这个 现在的情况下 这个内政外交陷入困局了 这个N个国家自由联盟都危罪堵截 你肯定没有几个朋友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朋友 他也是 这个不嫌弃了 是吧 这个而且 你想现在这个 整个拜登被这个阿富汗这个拖累 这个牵涉很多精力 这个虽然现在在印太地区 你想这个搞一些军事演习 但不要忘了 你下一步阿富汗这个事还不知道怎么结局呢 对不对 如果再来几次军事袭击的话 那拜登就可能 要泄露全套了 就会增兵 又到阿富汗去开打 一开打又陷进去了 那习近平一看这个机会太好了 我解放台湾这个世界伟大的理想要超过毛泽东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 是吧 身边这些马屁镜 张又霞李作成在这么一捧 自将新军的成员这么一拍 那整个习近平有可能头脑发热 下令在这个台海搞事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一旦搞事 那么这个局部战争爆发 这个你想日本不会坐视不管 美国也不可能坐视不管 对不对 就可能要介入 一介入 那这个局部战争就变成了一个 有可能导致一场大战 刚开始可能是常规武器 这个后来可能觉得不行的话 可能就得搞核武了 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因为习近平他是一个头脑 很简单一个人 用我们东北人的话来讲 有的是蛮干 就是这个 我看有人形容 二愣的治国 是有点愣 就愣了八级的 而且赌气 破罐破碎 我要不好你别想好 所以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所以我认为阿富汗这个局势 这个乱局 目前情况看 这是相当混乱相当麻烦 今天我看拜登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都有点乱了方寸了 为什么他现在压力太大了 想撤也撤不出来 对不对 川普还指责他应该负责 是由他造成的 你想他压力难度不大 马上就要中期选举了 就美国他是四年就一变了 如果没有民意就彻底完蛋了 我看有一个民意测验 他这个目前这个民意测跌到最低了 才20%多 你想想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你说现在有部队有限在这个地方 走也不能够利索就走啊 31号哪能撤完撤不完 撤不完以后流行那些美国人和那些拥有利卡的人 和着帮助这个美国20年在阿富汗工作的 他的这个阿富汗人倒霉了 是吧 这个备受指责啊 为什么有两个议员这个冒那么大风险 到现场去 去这个查看 那不就是要挑他的毛病吗 是不是啊 你想这个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 这边是中共 这个军力啊 布置在这个 这个南海台海 开始搞的这个演戏 也是动作也不小啊 所以本人认为 现在这个这个时期到了 确实到了多十字丘了 不定在哪个环节啊 就可能就 就真是擦墙之后 一下就干起来了 整个这个 这个 战争就开始了 再加上这个新冠病毒这个报告 现在就是 闪闪来迟啊 我看今天有个媒体 有些评论员谈说是 是拜登 是不敢把这个 真正的原因拿到台面 我看不是不敢 主要是可能这个 的确是 现在要想查找 这个更多的证据啊 足以证明 不足以证明 这个中共 搞了一场 这个 生物恐怖主义袭击 这个事可不是个小事啊 因为这个定性之后 就能给人家 已经不宣尔战 搞死了60多万人 那 那拜登更是 不能承受自宗的 那肯定还有 这个表态啊 你想这个 这个是 这次袭击 这个 SS袭击 在机场 造成十几个人 拜登都已经讲了 要 今天的这个 拜登态度都非常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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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定 你何况你60多万人 你 你 他 会采取什么措施 所以这个事不是个小事 他这个报告就是 情报部门 十七个部门 也知道这个事 事关重大 所以很慎重啊 出了这个版本 到现在位置 非保密的 还没出来 版本还没出来 这个 这是一个 给人感觉 就是 这是一个悬念啊 就是一个 惊人的悬念 很多人期待值很高 中共很恐慌 那习近平 你看那媒体 连篇磊都在 反击美国的德特宝 这个 事业室的事啊 也着急 那对习近平来讲 的确是 你要等这个报告 最后出现 不利自己的 这个 这个结果的话 还不如就是 找个理由 就是 实现他所谓的 解放台湾的 这个 这个梦想啊 说不定他会 借 这个阿富汗这个局势 给他打了一阵枪劲啊 再加上手下 这些马屁银一捧啊 他可能就找不到北了 就藏出大祸来了 这完全可能 本人认为啊 所以是 千万要 这个 这个 小心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